第十三课 你会AA制吗? 课文一 目瞪口呆与司空见惯 几年前在美国 我曾与一个家庭生活过一段时间 而且相处得非常和睦 有一次 我和房东全家出去吃饭 就做后 大家各自点了自己喜欢的食物 开心地边吃边聊 气氛十分融洽 饭后结账时 令我十分不解的一幕发生了 因为房东事先说明是请我 所以他替我付了我的那一份 然后再付了他的那一份 并留下足够的小费之后 就起身去了洗手间 这时他的儿子则毫无疑意地 为自己的那一家人付了该付的另一部分 当时的我只能用目瞪口呆来描述 张着的嘴半天没合上 这在我们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回家的路上 我问房东 既然家人关系如此融洽 又是很长时间没有一起出来聚餐了 为什么还要各付各的账呢 他对我说 这在我们美国是司空见惯的事 如果各付各的账 我们相聚的机会 远比我们每次都为所有人付账要多得多 这句话至今我都铭记在心 这些年在国内 AA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年轻人特别是学生 网友和同事间比较流行 甚至我和一些老朋友聚会时 有几次我想请客都遭到大家的批评 他们说我落伍了 还告诉我 这年头朋友吃饭没有请客的了 都是自己付自己的 更有甚者还听说 有少数夫妻也是家庭经纪AA制 我又一次目瞪口呆了 我不禁想问 你会和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的配偶 AA制吗 课文二 正方 AA制好处多 要我说啊 AA制好处多了 就拿用餐AA制来说吧 一是公平 大家吃饭 大家掏钱 天经地义 和情合理 免去了在谁掏钱问题上的矛盾 有利于同事和朋友之间的和睦相处 二是经济 因为共同参与买单 自己也要掏一部分腰包 自然会注意节约 避免了花钱大手大脚 也避免了浪费 三是对健康有利 吃多少买多少 肚子是自己的 没必要花钱买最瘦 居然好处如此之多 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东方文化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 亲兄弟明算账 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在朋友之间的交往中 谁的就应该是谁的 谁的账就应该谁自己来付 可是对有些人来说 好像朋友之间 明算账就是小气 就不够朋友了 所以只要跟朋友在一起 就争着抢着去付账 甚至连到底应该付给卖家 多少也不考虑了 往往吃了亏还不知道 你说这又何必呢 抱歉 我打断一下 也许有人会说 朋友之间采用AA制 使斤斤计较 使见外会影响友谊 其实不然 大家仔细想想就会发现 和朋友在一起 常常为付款的事 搞得心里有点累 这次别人为自己付了款 自己心里就很不安 就得把这事记在心上 总要找个机会 再为对方买一次单 在没有找到机会之前 你总有一种欠了人情的沉重感觉 欠钱还好说 而欠了朋友的人情 你就得加倍偿还 似乎只有这样 才对得起朋友 如果是自己花的比朋友少 就会觉得自己没有面子 而如果自己花的比朋友多 又会觉得有点吃亏 这样你来我往 表面上看 朋友之间亲密的不分你我 实际上 久而久之 朋友之间的交往就会减少 关系也会被冲淡 对刚参加工作 和正在上学的人来说 他们的收入本来就有限 如果一个人 为大家付上一顿饭钱 可能就是半个月的工资 或生活费 要是偶尔为之还好 倘若隔三差五就来一次 那可真吃不消 还是AA制更好 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消费 大家谁也不欠谁的人情 大家都觉得 总不买单的人让人反感 这正是传统请客方式 带来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这么快 工作学习都很忙碌 谁能保证任何事情 都能记在脑子里 难免会忘了该轮到谁了 到头来 可能因为这个 影响了朋友之间的关系 而如果AA制 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大家都更自由 更独立 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 AA制强调各自承担各自的义务 各自负担各自的费用 简单实用 公平合理 可以更平等 更没有负担的相处 而且 即使有一天关系不好了 分手了 也不会觉得谁欠谁的 课文三 反方 AA制不适合东方文化 对刚才这位的观点 我可不敢苟通 其实 AA制这种交友方式 更符合西方人的生活习惯 它并不适合我们亚洲人 东方文化 讲究情感的投入和交流 特别讲究的是 手足情 朋友情 其中包括同学之间的情感 战友之间的情感 这种潜在的关系 正是社会温暖的重要原因 如果在这些关系中 使用AA制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想 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有人说 AA制并不影响 人们之间的情感 那么 你可以在你和你的女朋友之间试试 或者 在你和你的客户之间试试 说到这儿 我想插一句 我们确实见到 有些人买单时 争着抢着付账 可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只要事先说好 谁请客就行了 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主要是为了 有一个交流沟通的机会 这样的时候 我认为 AA制并不可取 它至少会让我觉得 彼此很生分 有距离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 既然是朋友 既然是哥们 吃饭 喝酒 自然都抢着付费 即使为他多付一些 又有什么呢 况且在交往中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次吃你的 下次就该我的了 大家轮流来 谁还会计较 谁多买了一两次单呢 为什么总是想着 谁欠谁的呢 朋友请我的时候 我能感到 他的热情和友情 我请朋友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 付出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而AA制只强调自我 久而久之 他不会慷慨了 你不会感激了 于是 友谊消失了 社会冷漠了 你来我往的请客 既维护了这种关系 又增强了人的自觉性 想一想 那些吃饭 总是不买单的人 肯定是让人反感的 为了维护这种交往 就必须学会自觉 学会与人相处 那么我想冒昧地问一句 支持AA制的人 你们和自己的男朋友 女朋友 甚至家人 配偶 也是AA制吗 坦率地说 我最不能理解的 就是谈恋爱AA制 家庭AA制 谈恋爱 一起吃顿饭 看个电影 还要各探一半 感觉你就是在找个人陪你吃饭 看电影 而不是在谈恋爱了 特别是男生 如果这么斤斤计较 女朋友 女朋友不跟你分手 女朋友不跟你分手才怪呢 AA制看上去似乎挺公平合理的 实际上表现了一些人的不负责任 害怕承担 斤斤计较 一个家庭 夫妻之间 物质和金钱 真的需要算得那么清楚吗 不妨想一想 什么都AA制了 什么都一分为二了 那爱情又去哪里了呢